传统武术基础攻法 松松攻法第五个动作 前伏晃腰 接着上面一个动作 后仰腰的时候 慢慢起来的时候 我们把身体往前 对 身体往前伏 然后往前伏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需要你把背 整个背部拱圆 对 拱得越远越好 我们讲虎背熊腰 是不是拱圆 好 然后先上下去拉 上下去拉 对 通过拱圆 其实也是让我们整个腰部的肌肉 得到一个撑的过程 然后再上去拉 好 拉完之后 然后什么样 左右去晃 晃的过程当中 就是通过我们腰部的摆动 带动我们的肩 带动我们的手 向左的时候 你的胯向右 向右的时候 你的胯往左 你的头也要跟着什么样 你的肩膀一起摆动 往后看 走 然后分左右 背也要攻圆 不要塌下去 对吧 背攻圆 好 首先就是放松 好 当放松完之后 你可以尝试双脚并拢 双手交叉 然后做一次前扶腰 这个是双脚并拢 对 把胯往里收 腰放松 好 能够摸到地 然后把膝盖蹬直 双手抱住你的脚后跟 对 如果抱不住脚后跟 你可以抱小腿 如果小腿你都抱不住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抱大腿 没办法 好 抱住小腿 然后身体往上贴 好 再换 好 再换 好 再换